圣骑士天平老实力惊人 随手挥斩两下 就将亨利和高顿操纵的暴牛号 劈得四分五裂 亨利和高顿遭受重创 遍体鳞伤 面对这一副景象 天平老却觉得理所当然 在他眼里 这是出于正义 他认为公平和武力缺一不可 他要用自己的武力 辅正这个世界 高顿和亨利伤得很重 必须马上救治 格雷立马跟上来为他们治疗 不管受到什么攻击 就算是死 也不能停止魔力吸收 无论如何 都要强制住天平老 为了找到阿斯塔 争取时间 另一边 副团长纳哈特 召唤出分身 躲开层层叠叠的天使攻击 迅速朝天平老移动 然而天使的攻击非常密集 越靠近越容易被击中 可现在什么都不做的话 就只能被顺秒 纳哈特火力全开 顶着攻击迎头追上 一边是汹涌攻击的天使 一边是迅速奔走的恶魔 这一画面实在太震撼了 天使们面带微笑 从容的看着攻过来的纳哈特 攻击接连不短 不擅长攻击的尼路 在一旁扶住 用封建魔法 向很难避可的攻击封印起来 为对我们的前进 清除障碍 马格纳和拉克 以火力和雷点开刀 直接用爆发式的近距离攻击 顶上天使 刹那间 电光火光焦相回应 格雷紧随其后 格修在一旁用镜子复制格雷 为他们提供及时治疗 恰密的补给也跟上来了 佐拉在他们的掩护下 不知陷阱魔法 热血的马格纳和憧憬达到巅峰的拉克 以肉身为盾 横冲直撞 总是伤痕累累 他们也不会就此放弃 所有人一起出动 格雷的镜像分身 忙前忙后 又难又腹 终于帮助拉克和马格纳 干掉了最靠近天平佬的两只天使 趁守卫天使被干掉的空挡 不知好陷阱魔法的佐拉和纳哈特 已经来到天平佬跟前 对其发起了进攻 然而天平佬一连比一 随后圣剑一挥 不仅把他们的攻击挡了下来 而且还对他们造成了重创 格雷分身立马跟上 帮他们重组疗愈 然而不管他们配合的多默契 合体技能完成度有多高 他们的攻击 在圣骑士天平佬面前 都脆弱的不堪一击 但是 即使局势一边倒 大家也没有放弃 前仆后继的冲刺 所有人都赌上性命全力以赴 他们的热血满天挥洒 志气从未削减 攻击 受伤 疗愈 然后再度发起进攻 总之他们的心里没有放弃两个字 重复几次这样的流程后 天平佬有点烦了这群小子 就打算一直用这种不要命的功法 硬扛吗 真是一帮蠢货 天平佬心里暗骂 他打算迅速接触战斗 去阻止魔女开启命运之门 他冷言扫了一言长刹 显然 这些人不断发起进攻的关键 就是格雷 是他的魔法 支持他们发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攻击 而且在他身旁的歌秀 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正在用魔法增加格雷的分身 只要找到战力的根源 这就好办了 天平佬无视他人的攻击 紧直飞到树旁 找到了格雷的本体 你就是本体吧 格雷没想到 天平佬会看穿绵羊的伪装 直接找到他的本体 格雷本身无力之就不高 面对提着剑的天平佬 连反抗之力都没有 这时候 其他队友早已冲锋在前 来不及赶回来保护他了 马格纳急从葱草这边追回来 眼看天平佬举起了审判之剑 格雷立即用镜魔法在格雷身前 仿制镜子 传送到了他跟前 但是他俩都无法阻挡天平佬的攻击 审判之剑依次斩俩 两人腰部截断 顿时喷出大量血花 这已经不能用重创来形容了 就算现在医治也会没命的吧 难道就这么结束了吗 不 命运之门凯奇一事还在警星中 尽管有魔女王和多罗西的助力 要启动魔法还首先勉强 外面斩居紧张 但芬拉尔他们根本插不上手 芬拉尔一支祈祷 能快点再快一点 但是其他人的情况不容乐观 作为本次团长关键的格雷和格修被描 团队瞬间断了循环攻击的动力 紧接着如天平佬期望的那样 全线崩盘 前线护卫全军覆没 战斗力全被瓦解 结束了 天平佬风轻云淡的说出三个字 一瞬间就团灭 宝牛团还能力挽狂澜吗 另一边 等待被召回去达斯塔海的交集的后者 他不停的问追龙醒的情况如何 大家都怎样了 还能回去吗 龙的表情非常严肃 沉默着没有发话 极少见龙露出这样的表情 阿斯塔越发慌乱 他确定大家肯定出事了 他记得冷汗直茂 可在远方的他属世无能为力 说回魔女之身的战场 虽然究竟至于辅助是格雷 但同时 宝牛团还有另外一位 有类似能力的存在 那就是能封印伤势的尼鲁 他施展封建末法 将大家的伤口都封印起来 给了全员再次战斗的可能 所有人顽强的从血泊中站了起来 只要还没有死亡 还没彻底失去战斗力 他们就会站起来再站 鲜血滴滴答答的流淌 但他们的怒火和雄心不会消散 永不放弃 是阿斯塔的魔法 同样也是他们的 血腥十足的他们 不会就这样倒下 但是尼鲁的封建魔法 治标不治本 要用什么办法 才能疗于这些致命伤呢 尼鲁也知道自己能力有限 他的封建魔法 仅能封住在此之前受着的伤痛 而且一旦他倒下了 魔法就会解除 当前的他也只是缩写状态 还能多久呢 戈修和戈雷炎炎一息 呼吸也越来越微弱 一直没爆发的恰米 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 他愤怒的爆发出 强大可怕的魔力场 软糊糊的绵羊魔法 也渐渐消散了 取而代之的是 阴郁可怕的恶狼 千金提要 恰米是人类和矮人族的孩子 矮人族是个古老的种族 混血的人会拥有两种魔法属性 恰米寻常状态下 用的是棉创成魔法 遍地都是可变大变小的绵羊 但他的另一个魔法 石魔法 形态是凶狠的大灰狼 沉睡的恶狼 会撕开绵羊外皮钻出来 恶狼会吃到别人的魔法攻击 转化成自己的魔力 而绵羊可以输出魔力 给别人补给魔力 恰米怒吼 你都干了些什么 眼看恰米准备开大了 哪个呢回头只会尼路 让他赶紧把高等和亨利离开 眼下又恰米顶住 他们可以先修整一下 至少先把命保住 天使们对大灰狼发起进攻 这举动正中下怀 恶狼举起参叉 将所有魔法攻击化为食欲 统统吞咽下去 吃下去的魔力 会源源不断地转化成魔力 输送到恰米握紧的拳头上 恰米一直是稍稍蓄力 然后起身朝天平老逼近 看到这么离谱的魔法 天平老郁闷地皱起了眉头 这乱七八糟的魔法 真的让人头疼 大家当然不可能让恰米前辈 一个人冲锋陷阵 他们跟随恶狼的步伐 一起发起进攻 强劲密集的攻击轮番输出 这样天平老烦躁到了极点 现在他不敢小瞧这帮小子了 他们确实是在 稳扎稳打的争取时间 不能再被他们牵制住了 天平老翻开魔导书 还不知道他用的什么招式 突然恰米的四肢 开始莫名其妙地喷血 连哪里受到的攻击都不知道 他就血管破裂 喷剪出大量的血花 大灰狼石魔法也瞬间失效 烟消云散 被瞬秒的恰米 也开始软绵绵地下坠 没人知道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佐拉想趁这个时机 冲上去抱走天平老 然而才冲到天平老面前 他的身体也开始血管暴力 不停地往外喷血 只是眨眼的瞬间 他也彻底失去了行动能力 天平老冷漠地看着这群 奋不顾身想送死的人 打发慈悲 说出了他们的司法 刘修斯或者圣祭市中的一些人 授予第二个魔法 天平老被授予的是 最上级恶魔八里进化后的力量 大气魔法 大气看不见摸不着 施展师无影无踪 让人防不胜防 而且作用范围广 很难克制 也难怪他会信誓旦旦地说 这用着肉眼不可见的力量 惩罚而等 现在的天平老强得拟天 他只是轻轻地翻开书 就没人招架得住 他接着施展大气魔法 瓦解了纳哈特的地狱场 尼路眼里涌现出绝望 从前种种画面 在他脑海中翻滚 因为使用了禁忌魔法 他变成了一只不会说话的鸟 这五百年 他只为了完成实命而活 那段岁月 满长到足以摧残他的心智 他相信 若是以人的姿态 他肯定坚持不下来 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只要能完成实命 就算是死也无所谓 鲁米埃尔雕像破碎 完全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也想跟着离开 他对没有鲁米埃尔的世界 毫无留恋 可是王子却告诉他 接下来 你就与这个时代的同伴 一起获得新的幸福吧 你能连同我的份一起 见证他们的未来 我们的理想吗 我可不想 连你的可能性 也一起葬送 那时 尼路选择接受新的人生 和这群值得信赖的伙伴一起 创造让大家都幸福的世界 可是眼前的一切 与他的梦想不一样 拉克被审判之剑 刺穿了胸腔 呕出了一大口心血 虽然他爱打架 但也从未受过如此重的伤 马格纳一把拉住重伤的拉克 顺带借力扔出了火球 只是先前对付弹钉 让他获得高光的大招 离烟魔法 魂烟锁死决斗 然而这份骄傲 在天平老面前完全不值一提 他只是轻轻挥斩 锁链便断裂了 果然只有蛋丁那个肉体笨蛋 会贴脸接别人的技能 但天平老的魔法太反人类了 马格纳前辈 不仅没有使主武开魔法 反而遭到了和哈纳特 恰米他们一样的大气攻击 到这儿 好像已经没有反杀的可能了